寶可夢抓寶Pokemon GO 對玩家們來說可是百玩不膩 而且這一項抓寶活動 可是國際化的遊戲 而今年台灣唯一一場的Pokemon GO 會在哪裡呢 新北市長侯友宜公布答案 10月3號到6號 歡迎來到新北市抓寶可夢 今年全台灣唯一一場的寶可夢GO 在我們新北大台北都會公園上場 我們的時間在10月3號到6號 同時我們有新北市60個住所 在我們的風景地區 商圈 老街 以及文化傳統的這些地點 都可以抓到我們寶可夢的寶物 寶可夢的所有的寶迷們 一定要在10月3號到6號 到新北大都會公園來 今年全台灣的唯一一場 公共繁忙的侯友宜市長沒有時間抓寶 但他宣布為期三天的Pokemon GO 新北市有超過60處的選定景點 歡迎訓練家來抓寶 而且還有限定版本的寶可夢 相信大家抓寶 就跟他年輕時候擔任刑警一樣 抓同級犯的抓越大尾成就越大 有趣的比喻引起在場眾人哈哈笑 我一生當中最喜歡在第一線去追逐類物 當刑警就追逐要犯 而且越大隻越稀有的越開心 因為抓到那是一種成就感 那當然這樣一個比喻也許大家有很多的想法 不過那個感覺是內心那一種 別人做不到我做到了 那種感覺是非常的快樂 那寶可夢一樣的道理 別人抓不到的稀有的保護 我抓到了我擁有的你沒有 我就比你厲害多嘛 不分世代不分國家Pokemon GO的抓寶時代 新北市為了配合玩家光臨 選定景點邀請大家享受遊戲的樂趣 同時也能了解新北市更多 另外呢還有相關的優惠 鼓勵玩家一定要趁這一波 來新北市抓更多的限定版寶可夢 記者林立如 吳志恒 新北報導 在剛才中間